基隆新地标基隆塔 是营运开放第一天 就吸引不少民众来体验 到上面欣赏风景 还有老师带着幼儿园小朋友 来户外教学 来小朋友慢慢往前 在这里慢慢的看 漂亮的风景 因为我们的幼稚园在旁边 那我们的落地窗看起来 就是看到上面都有人 那小朋友就觉得说 上面有人基隆塔有人 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出来看看 怎么上面有人呢 那平常我们来这边玩的时候 它是没有开放的 所以今天难得有开放 所以想说带他们来探险一下 感觉啊 视野很好 现在外地的很多来基隆观光啊 所以他们也想有一个新的地标 他也想要来尝试看看啊 我们自己本地的人都要来尝试啊 更何况外现实啊 因为刚好要去吃饭 刚好看到有这个讯息就跑过来看一下 你是基隆人还是外地人 外地人 台北来的吗 台北来的啊 以前的话不是从下面走很多街机上去 你就是要从神力医院旁边走斜坡上去嘛 那也是都是很遥远的 现在很快啊 你就免都免走路上去一下子而已啊 这个电梯然后就上来就感觉啊 来这边是很方便的 不然以前走公园都是都是需要从走外面的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 有这样的话带给我们很多方便 基隆塔从施工到现在 还有从验射完到现在 总算我们正式开始来 从今天开始要做市营运的 那我们市营运是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那这个是讲主塔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市楼有一个空书 市楼有一个远见人文阅读空间的一个策展 那现在因为正在布展当中 所以市营运期间暂时不开放 周遭往外看出去 除了说对面的中正公园以外 还有我们中原季的祖谱坛之外 从这里往这四周看过去的 基隆港这个整个看出去的 这个视野是相当的好 基隆新地标基隆塔 让民众很方便的就可以到达 祖谱坛和中正公园一带 从高空欣赏城市风光 也将成为邮轮观光客的热门景点 第一次到此参观的民众 也分享观察与建议 期待基隆塔未来增加更多特色 这个景观是不错 但是就发觉上来就看到很多铁皮屋 然后这个对我们来讲 就是政府花了这么多钱 但是这个铁皮屋来讲 是不是上面给它弄一点颜色 那个颜色七彩八色这样子 因为我们去青岛看到的 那个屋顶都是红色 然后印着海面 就非常的漂亮 这是唯一的 我自己的想法 可能那个空间有点小吧 如果说有那种团体来的话 如果是那个自己自由行的可能还好 如果跟团体可能不太适合 因为电地有点小 你想要吸引很多人 可能需要比较大型一点的 就是在祖谷团的周边 因为那个地方前面应该位置还蛮大的 其实你应该适合在那个周边办 其实你要吸引人上来 就是有活动才会上来 甚至连那个市集也可以啊 对不对 对啊 就是如果你没有活动的话 就是比较会没有动力 基隆市文化局说 即日起到12月10号 基隆塔和有着神秘色彩的信二防空洞 都免费开放市营运 12月16号下午2点 基隆塔全区就正式开幕 为基隆的观光旅游 再添一大亮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